要支援核心區域,我們要求一定要分架區域 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分期分期,這個是內政部都委會初步的決定 分期分期,因為也牽涉到期論徵收 所謂期論徵收委員會他們還會再續審 會不會更嚴格的要求,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們會再續審 這樣可以嗎? 還有什麼決議? 分期分期 可以分期分期,我們了解了 就是2500一次開發嗎? 那第二個就是 期盤的部分 期盤的部分 我們總共有24口 27口 那其中4口因為在跑道會幾口道 3口 應該是4口 還有一小口在邊邊 那這10部分因為我們勢必要用 所以這4口我們把它納入期待這個時候 其他的21口 我們是要求 水利會要分 產專區的 為什麼要要求他們分產專區 因為我們航空城要引進航空產業 對不對 那大橋一分住宅區 商業區 那航空產業怎麼進駐 所以我們要求 因為他是最大地址 我們要求他要分配 產專區域跟第四種商業區域 但是我們贊成 波動的 好幾次 我們要達成公司 所以我們就把24口 21口 這個我們暫時把它提出 所以21口就沒有徵收 如果你不領那個 那個產專區的話 我就把它提出去 哇你這樣直接為草地皮集團 富含到這樣 連大地主都可以限制他只配產專區 不是啊 對不對 迷霧寫這個意思 我們開發航空城 就是有航空產業要進來 啊他大地主 因為他本身也是一個公益法人嘛 他應該 不要跟老百姓去爭執 去配那個住宅區嘛 應該應該是 應該是 你們畫產專區 說要有航空產業 然後把產專給水利會 這個邏輯到底什麼意思 我講清楚了 原來他大地主 他是水利會是公法人 不是大地主 公法人 你剛才講大地主啊 自己講的啊 我說他水利會是裡面最大的地主 他水利會是一個公法人 他應該配合 配合政府的政策 對不對 來領產專區 所以 未來把產專機的土地 拿來招商 租給廠商要來投資經營的 他才有 產專機的土地可以使用嘛 他沒有辦法去租住宅區去蓋工廠 不可能嘛 主長還有其他決議 其他麻煩 我知道 建商就可以啦 我知道 建商配地就可以配他上 群眾想知道的 還有其他的 還有群眾想知道的部分嗎 為什麼都在跳針 這個是第二個啦 一直跳針 一直這樣跳針 好啦 主長你們拜託的啦 等一下繼續 我們都在聽啦 沒有啊 都進去溝通很久耶 不是本來就要出來嗎 根主長 那他們沒有進宗職守 再來就是 有一些富國路啦 蘭卡諾年也知道啦 有一些原則上是 那是 桃園縣政府 他們是 表示我們沒有辦法讓他們 掛出去啦 為什麼 那 那 完整是 但是基本上 他們 到明年的 期任徵收 這段還有 大概一年半的時間 他們 實際上 期任徵收的時候 還有 足夠的時間 再繼續 繼續 繼續陳情就對了 對 繼續 假如 有公司的話 也可以再修正計畫 然後 回來調整這個計畫 所以你們初步拒絕了 富國路 南崁路 跟八谷路的陳情意見 要求剔除的被你們拒絕了 對 原因是桃園縣政府 要這快遞 那就是請居民再跟桃園縣政府溝通 但是我們委員會有 我們有完整性的入過計畫 我們委員會有 比如說 完整性的入過計畫 在 你期任徵收 計畫這個期間 這個期間大概到 對 繼續打壓那邊的居民 繼續溝通 讓他們同意 繼續溝通 陳情意見都打回去了 陳情意見都打回去了 讓他們變成同意 從反對變成溝通 唯通 每次申請 公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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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反對的 二十六%的樣子 我記得 啊 贊成六十七% 那大概還有七八八的那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加贊成的大概有七成 反對兩成 他說要化主席委員有餘力 你對這個贊成的怎麼交代 後來經過討論 我們把反對的 他們反對秘籍的 他們土地秘籍的部分化為農專區不動成的地方 基本上化了兩區 那配合兩個提堂 化了兩個區 當然這兩區裡面想要參加七段徵收 可以出來參加 那麼如果不想參加七段徵收 但是沒有在外圍裡面的 可以進來 他可以進來 這個也是 這個當然不是我一計畫 這樣就做得成 這個還是需要在七段徵收 計畫當中 去協調 去丈量 你有多少練習 等等 還有很多細節 還有你房子要怎麼樣移過去 或者是他本來就有建房子 但是你要移過去 你就要同意 剛才在那一間的農地 還有在幹往前等等 這些都還要還需要一段長的時間 主長我請教一下 化成農專區 化成農專區 不想被徵收的部分 是不是他們的房子跟農地 都全部保留 他們可以跟以前一樣 跟剃除的權益一樣都沒有受損 化成農專區的部分是什麼意思 化成農專區基本上 我們跟農專區 我們要剃除 不動他們 不動的意思是 房子跟田地都全部保留 他們像畫出徵收範圍一樣 完全不影響他們嗎 我看原來是類似 類似 我也可以講很多類似的話 組長你這個案子審的太誇張了 三塊錯 整個三塊錯 每個都可以類似 本來是剃除的喔 連續兩次剃除的喔 連續兩次剃除的喔 而且我們照規矩來喔 你一定要講我們依程序 我真的講的是委員會的結議 你現在罵喔 我說委員會太誇張了 你們規劃單位也要表達意見 對啊 我們都依照程序 成土地徵不徵收是公益性必要性 哪是算什麼人數贊成比例的 你要不要把海湖也算一下 海湖那邊很多人贊成 總統府也算進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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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公益性必要 而且虛地機關都說不用了 還是要把你們桃園縣長的家人耐露 要有公益性啊 組長三塊錯這邊我們再請教一下 虛地機關的意見是什麼 他有說他需要這塊土地嗎 哪一個三塊錯 兩合流域 虛地機關的意見是什麼 他們本來的意見是這邊已經沒有規劃需要 虛地機關的意見是什麼 這裡的兩次的公開展覽都是納入區段徵收的 不是啦 兩次公開展覽都是納入的 只是後來大家討論才提出的嘛 可是我們也符合程序喔 對啊 對啦 這專案小組剔除啦 大會 上次大會 上次大會的兩次小組喔 跳槍 欸欸欸 上次來錄音 錄音檔都還在耶 真的喔 真的跳槍嗎 兩次的公開展覽都是沒有提出的啦 六二十四號還有六二十四號的傳覽小組有提出 我知道啦 大會 大會 大會啦 對大會 你自己說的還沒拚啦 大會的傳覽小組都有提出 我知道 不是啦 這一次是第二次大會嘛 第二次大會人家有說明嗎 人家有說明說 他們也有75% 對不對 為什麼50%的 對話出去 只要50%就可以進來 陳組長我們問的是 我們問的是虛地機關有沒有必要 有沒有需要這塊地 上次大會虛地機關表示沒有必要無法規劃 這次有改變意見嗎 這一次就是我們化量 我們依照法規啦 法規規定要參加的可以參加嘛 不參加集中喔 跟你要設好 這是法規的規定啊 我們只要回到法規來 所以沒有原地板流 所以桃園縣政府並沒有說他們真的需要這塊地 那組長我們請教下一個決議 徵收條例就是這樣規定 這個大概 接下來有幾個禁見的這個大概 洪竹村 洪竹村 這個幾個建設 洪竹村 洪竹村的人民陳情案的結論呢 那是沒有 那是沒有 這根個得到 我不知道要去兵到民國幾年 你要問下一個 我問一下洪竹村的 那是有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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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剛才坐在哪邊啦 開會的時候坐在哪邊啦 為什麼不知道有沒有開到洪竹村 他原來是誰的啦 我們要剃除 他們是要剃除的 那現在納入的原因是什麼 你能不能說一下 連你都不知道了 因為CD機關需要 他需要為什麼需要 為什麼 交通部門 剃除啊 他們的CD機關是哪 我出來回答人也都不清楚了 莫奇妙 交通部門的 好 抱歉啦我沒有完全 前時間坐在裡面了 我要出來處理事情